眼前这辆2017款的本田超跑NSX便是Alex花了54,560美元从网上净拍到的 虽然本田在美国有这个超跑的制作工厂 但是像这种超级跑车大部分还是依靠人力来完成制作的 所以这个车的产量也就不会很高 这将会导致你买配件非常困难 不过像这辆车呢看起来比较幸运 它这个轮毂是真的漂亮 刚刚大乖乍一看 它这个两侧的水箱冷凝器好像都没事 现在正在卸车 然后将车子开进维修车间 它这个拖车也是比较的夸张 就是一辆皮卡 这辆NSX虽然能够正常启动 但是它的防冻液已经漏光了 所以这个车子也不能长时间开着 尽管本田是以摩托车起家的 但它却在汽车制造领域占了很大一份市场 它这个车内的按钮也是特别的多 一时间居然都没找到启动按钮 然后仪表盘也是显示一堆的故障码 它现在是挂倒挡 倒挡都是用手摁的 而且在倒车影像内 咱们还可以看到 它家的狗狗坐在后面 它的狗狗叫Lucy 这个名字可能会得罪人啊 现在车子已经是开进了车库 不过在开始展开维修工作之前 咱们需要先确认车损的情况 看看都有哪些配件损坏 哪些配件能修 哪些配件需要订购新的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该车主要的撞击位置 就在Alex手指的这个地方 左前上部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辆车在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拆了 拆的可以说是五花大绑 像这些框架都是铝合金的 所以后续在维修的工作中 应该会比较容易些 另外还有这些装一子版内衬的地方 都是这种框架结构 这款车的级别 基本上就跟法拉利 还有兰博基尼 差不多一个档次了 前面这些支架都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 所以你在更换的时候 还是挺方便的 Alex在这里也解释那个黑色的装置 应该就是空调冷凝器 后面是电子风扇 然后加上一块散热器片 两侧的散热系统都没有任何的损伤 相当于又可以省一笔钱 不过像这个大的水箱 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咱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能够明显看到 里面有一块散热片 已经是发生了变形 然后这个左边的风扇也坏了 像这种都是双风扇设计 这辆车不是纯汽油车 它是一个混合动力 就是跟宝马的那个I8的动力总成差不多 它在这前面 还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大乖一时间没看出来是什么 如果有懂的朋友 咱们可以在评论区给大乖科普一下 后面我仔细又看了几遍 感觉像是一个电子拱 就是安全驾驶提醒仪 它作用是提前提醒车主电子眼 或测速雷达的存在 可防止因为超速或违规 而被罚款和扣分 让驾驶者有防备的 竟想驾驶乐趣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是不是这个东西 像这个就是原车的 刚刚那个东西 应该是车主后期自己加装的 它这个胶虚掉了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雷达 或者是定速巡航的雷达之类的 这些线数都是后加装的 而且这个轮毂 也是改装件不是原厂的 然后它这个刹车卡钱 是真的特别的大 里面的这个刹车盘 也是探陶瓷的 像这类超级跑车 基本上都是标配探陶的刹车盘 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 Alex说是要11000美元 也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一对 刚刚大观说的不太对 它这个不是11000 是1万或者15000 然后看一下 这里有一些划伤 这个小板子 这种叫高光的亮条 左边的丢失了 像这种就是钢琴烤漆了 从厂家买来的时候 就是有漆的 如果你自己喷的话 两边都要同时喷 可能会有一点误差 它这个门把手 设计得挺有意思 这车的内饰 就是真皮加翻毛皮 这种感觉都像是定制件 特别像你 去买保时捷的时候 人家会叫你 单独选装内饰座椅 特别是座椅上面 有那个保时捷的压花 那个东西 一个都要好几百块 还有什么 Alcantara的内饰 包括Bose音响 或者是钻石音响 大部分跑车内饰 都长这样 法拉利也是 而且 法拉利里面 有很多的碳纤维 特别是那个座椅很轻 内饰看着看着 Alcantara在副驾这边 发现了一包螺丝 这可是一件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保险公司 还是一如往常的靠谱 拆了之后 把螺丝还放在车里 如果自己去配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个灾难 不过现在 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这种车子 平时在市面上 十分的少见 如果是Alcantara自己拆的话 他还能知道 具体的安装位置 像现在这样 找起来就有些麻烦了 这辆车目前 还处于一个没电的状态 是因为他前面家的 那个应急电源 所以才能通上电 本来Alex现在 是想讲车里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车老在报警 他这边也是一气之下 就把电给关了 主要就是这个手套箱内 有两个按钮 上面写着 Al 这个东西 大乖估计就是前面 那个电子狗 它可以控制开关 但是他现在还不知道 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假不知道 咱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后备箱 这里面还有一颗大灯 但是这个大灯的灯罩 已经是破碎了 也不知道 日本车的这个模块 是不是带的 它这还是一个 矩阵的LED大灯 这个东西 在保时捷里面 也有选装件 一个灯卖几千块 有的甚至 可能高达10万之多 这个是机盖上面的 那个喷嘴 清洗玻璃用的 这后备箱 基本上也没什么东西了 像发动机上面的 这些是板 也都是碳纤维的 大灯去查了一下价格 这些东西 是要3600美元 大家都知道 碳纤维的套件很贵 这个轮毂 因为不是原厂的 好像是1500一个 还是1500四个 他没有说 不过大灯觉得 应该是一个 因为正常4S店卖轮毂 也是1000多 然后这个翻毛皮的内饰 价格也很贵 这个东西是1600美元 虽说价格确实很贵 但是跟保时捷一比 还是要便宜一些 保时捷都是几千几万的 这辆车搭载的是一台 3.5升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一共有4个动力单元 除了这个发动机之外 还有功能强大的 三个电机辅助 能够使NSX的总输出功率 达到573马力 0到60英里的加速时间 仅需2.7秒 加速度的那个据点 可以说是死死把你按压在座椅上 然后这辆车 还有一个9速的变速器 像车头这两个前轮 分别各有一个电机辅助 这车最快可以开到191英里 这种车子只能在赛道上跑 其他路上可能跑不起来 车头的一些覆盖件 拍卖公司那边 也一起给打包送过来了 基盖跟保险杠 还有两侧的翼子板都还在 这个基盖 其实也是铝合金的 整体有一点点变形 Alex想着说 是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就这么一个基盖 要价11000美元 旁边那辆奥迪R8的基盖才3000 还有那辆倒气魁蛇的基盖是6000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两个翼子板 翼子板这个位置是裂掉了 他觉得可能是要换新的 其实可以选择修复 因为它这是玻璃纤维的材料 咱们只要找一些玻璃 纤维布和树枝 给它刷上去 然后打磨重新喷漆就可以 不过这两个翼子板 Alex说是准备都给它们换掉 像这个翼子板这个位置 就被拉掉了一块 这样看起来不是很严重 大乖主要担心的是那个矩阵大灯 那个东西还不知道有多贵呢 然后就是这个保险杠 Alex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保险杠 因为它这个保险杠的结构是分开的 相当于这个喷漆件 是装在这个格栅上面的 它不像奥迪这种 或者那个魁蛇 这个就比较特殊 它相当于左侧和右侧的这个红色的部分 都是卡在这个格栅上的 大乖又去查了一下报价 像这一个部分的配件 大概的价格在2500到3000美元 十分的昂贵 中网预估说是要八九百左右 整个保险杠算下来 可能是要七八千美元了 大乖感觉 这辆车买拆车件是没戏了 毕竟它的市场保有量 还是比较稀少的 所以 整车彻底修复下来 那是相当贵了 目前这辆车的车损情况 也就这样了 然后 Alex会写一个零件列表开始订货 这个过程 多数都是到4S店去买了 接下来它是要开始拆解车辆 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大乖说 这辆车是本田的NSX 有着不同的看法 因为你们会觉得 这应该是欧哥的NSX 其实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 本田NSX 其实老早就生产了 只不过后来它停产了 然后后面 又恢复了生产了 只不过这个时候 它在北美市场 用了欧哥的标 但是在日本本土呢 它就是用本田的标 因为这个只是换的标而已 实际上 它的车都是一样的 当然可能是上这个欧哥的标 看起来会高档一些 但日本人似乎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要拆这个下护板 所以 把车子用这个马凳给它架起来 这个架子大乖想了好久 记不起来它的名字了 然后突然又想起来 好像是叫马凳 它这个马凳就这样放着 感觉有点不太安全 最好能在底盘垫一些东西 比如备胎 它现在是要拆这个下护板 这辆超跑 NSX前几年 在美国的起售价是15万6千美元 然后它配置高的 可以卖到20万多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车是在美国生产的 所以如果进口的话 它的售价会很高很高 因为这个要考虑到综合税率的问题 而且还有这个利润之类的 其实这辆车的损伤 也不算特别的严重 它只是撞到了前面的这个冷却系统 还有这个发动机是中置 所以 它是在后面 基本上也不会撞到发动机 其实 这已经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Alex他已经订到货了 就是还没有拆解之前 他就已经写了这个零件清单 把看到的坏的东西 全部都订回来了 过一会应该会拆箱 他现在拆车呢 主要是想确认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损伤 通过DEP的订货 来查漏补缺 如果有漏掉的话 可以再继续订购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这个零件 全部都是在4S店买的 买回来的这个时间 也比拆车件要快一些 这辆车只是说买零件的价格会很高 但是修起来的速度 应该比他 现在正在修理的跑车要快得多 这些东西拆掉之后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大件 损坏的东西 也和他看到的差不多 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 有一点点稍微再去买一下就可以 其实这辆车的结构 和他修的 那辆倒气魁蛇非常像 主要损伤是在左前这个位置 它这里面有一个上部的支架 还有前面的一个水箱横梁 大家在这里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感觉车子 当时是撞到了左边的这个锁块这里 左边那个上面的支架 它是焊接在上面的 所以他自己也做不了 这个后期要修的话 应该还要找那个焊接的人 专门来给他焊接这个框架 据说这个欧哥 是美国本土生产的最昂贵的一个车 其他在美国生产的车 就没有超过这个价位的 除非那些进口的超级跑车 毕竟那些车子 又不是在美国生产的 而且 你一般买跑车还要订购 订了之后呢 还有这个运费 这是一个冷凝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辅助水箱 这个他说是第二个水箱 大乖感觉可能是中冷气 因为这辆车是带有双涡轮增压的 然后这里有一处上螺丝的支架被撞断了 可能是要打算修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车头那个大的散热器 散热器两侧的这个固定位置也断了 还有这个风扇的罩子 它这个风扇罩子 应该已经买回来了 等一下会给大家开箱看看 它那个水箱散热器应该也很大 必须要用两个散热风扇 旁边这一堆的零件 就是Alex为这辆欧哥订购的 这些零件都是从经销商那边买的 因为这个车很显然买不到拆车件 所以这个维修价格会非常高 它这边马上就要来给大家进行开箱了 开箱是一个正常操作 因为你有的时候收到零件会是坏的 那很多人说那收到坏的零件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是坏的话 就是说这个外包装如果是完整的 那这个物流公司是不负责的 是由厂家来索赔 这是一个水箱又上方的一个支架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本田的这个零件包装 感觉跟熟食店的那个细致包的一样 这里是一个安全带插扣 这个应该是一个拉紧装置 它上面有电线 有这个插头 他说这个价格很便宜 所以就不想修了 直接就换新的 而且他这里又拆了一个包裹 这个是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也不贵 像有一些跑车 它的安全带是拿去修了 比如说他之前修的那辆GT2 但是这个不贵 所以干脆就直接买新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安全带里面有炸药 它在撞击之后会爆死 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模块 大家看它这个包装 真的是非常的厚道 这个东西也要打开看一下 其实看本田的这个包装 大乖觉得坏掉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个包装比宝马的包装还要好 这里是一个腿部的安全气囊 大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辆车好像就爆了主驾那边的气囊 像副驾驶是没有爆的 所以安全气囊 他这边就只买了一套 他这些零件 其实也不是现金买的 都是刷的信用卡 他这个盒子不仅很大 而且还包了一圈 里面有一个袋子 这估计还是那个支架 只不过是另外一侧的 等会大乖最后再说一下 这个零件价格 他这个开箱可就太贵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锁块 像奔驰宝马的那种锁 可以卖到200一个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 他这个包装真的很好 箱子看着很大 但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感觉像是一个车灯 结果就只拿出来了 这么小的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 其实就是车头上 端纵梁这个位置的支架 修跑车其实不算难 难的就是买这些配件 这里可以看到 它确实是焊在上面的 有一条十分晃眼的焊缝 原厂制造的时候是机器人和人工这两种焊接方式 然后他这里又拆了一个包裹 这感觉是一个水箱 不过这个东西暂时也用不到 因为车身结构还没修呢 这辆车修好 应该没有什么毛病 就是怕后期这个车价可能会比较高 假如这辆车是20万呢 他买的时候可能要10万左右 10万再加上这个零件 这个车最后也不知道能卖多少 他这个赚的钱很少有上万美金的 基本上都是几千美金左右 这边再来看一下这个箱子 他这个包装真的很夸张 这是散热风扇的罩子 这样的话 这个海绵真的非常奢侈 然后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箱子 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 我感觉他 又要拿一根杆子出来 水箱上面的支架 水箱上衡量 他这些东西 都是铝合金的 很轻 可能只有个两三斤左右 结果那个箱子 可能就有十来斤 这个箱子看起来像是大灯 还真是大灯 看起来像是奥迪的那种矩阵大灯 虽然它也是带模块的 但同样也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坏的地方 因为这个车灯有的时候 运输不当 也会裂掉 这个灯虽然不大 但是看起来很精致 大乖听他说的意思 好像是2000美元 还是1500美元一个 然后奥迪R8的那个大灯 应该是3000或者4000美元一个 那个车的大灯就比较贵 像本田的这个配件 其实还算可以的 不是特别夸张 虽然跑车卖得很贵 大家可以想想 他这个还是买的原厂件 这是另外一个灯 这个感觉是右侧的 上面就一个模块 通常有这个普通的LED 还有你要升级的话 就升级成这种矩阵LED 但是他说 只有15002000 大乖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是那个前杠上面的格杉 这个形状已经能看出来了 这个如果运输不好 确实容易损坏 因为这种零件 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厂家用的这种都很脆 基本上一撞就裂了 像保险杠那些塑料件 其实还挺好的 那种叫锯乙锡材料可以焊接 它这里居然有一个模具放在这里面 这还真的是大乖第一次见到 其次 他这一次的拆箱过程 也是非常的漫长 足足拆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东西 暂时没看出来是什么 原来是挡风玻璃下面的那块急雨板 或者说是前档下导流板 这里还有四个箱子没有拆 这两个是一子板 它这两个一子板也是玻璃纤维 其实很多的车子都会采用塑料的一子板 像宝马的X5 还有以前的那个三系的敞篷跑车 用的都是塑料一子板 包括阿斯顿马丁那个前一子板 也是塑料的 像玻璃纤维的一子板 它的底漆基本上都是这个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看着也是很舒服 可以证明是原厂见 大乖之前在的那个厂子 曾经就买过一个X5 还是X6的一子板 来了之后就是中间裂开了 还是170那一代的宝马 一子板很大 然后车灯是装在这个一子板上面的 这边是一子板的内衬 它这个还是一节的 有的车会分成两节或者三节 这又是一个散热风扇的罩子 这里就不开了 看形状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开箱开了很久 它下面还要把地上 这些烂摊子收拾一下 车子的结构见到完了 那修起来就快多了 咱们也正好了解一下 这辆超跑 NSX的车身框架是怎么修的 这种维修和保时捷911又不一样了 它这里又到了一些其他的配件 有这个水箱框架 还有一子板的支架等等 负责车身修复的那位小哥 马上就要来了 他主要是做这个焊接方面的工作 看到这个简震固定的位置 让我想起了那个法拉列 这车真的都差不多 在车身小哥来之前呢 咱们要先把这个碍事的地方拆掉 比如左边那个水箱 还有这些线束之类的 同时还要做一些遮挡 一开始大怪觉得他就是要修左边 不过这个支架看起来确实比较单薄 撞肯定是不经撞的 这车来的时候之前 水箱里面都漏光了 所以他现在拆的话 咱们也看不到有水了 如果大家有修这种不熟悉的车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记录一下 然后如果你哪里忘记了 可以回看一下 它这里面没有矫正的设备 所以直接就这样切了 按照惯例 应该是要先拉一下 防止这个损伤传到后面 就是这么一块框架 有时候这种方管都能够定制到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梁头 它上面的这块钢板 和前纵梁是焊在一起的 它目前是打算先修一下看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还要把它换掉 如果是一般的修理厂的话 大怪估计就是 不管怎么样 都是要把它给修好了 铝合金的部件一定要加热 不加热一敲就裂 如果你加热之后会好一点 但是也不能保证它就不裂 大怪感觉 它这个是整不好了 因为这个铝合金的部件 没有延展性 它只要是弯折之后 你再怎么修 都没有强度 它这里 是另外上了一块钢板在上面 这个过程太快了 大怪一会再仔细看一下 现在是拆右边的这些水箱 它这可能是因为 要换前面的这个上横梁 所以要把它们全都拆了 而且这个框架也挺碍事的 果然是为了切这个水箱上横梁 多余的部分用这个钻子再赞呢 前面撞的这块钢板 是为了能够起到一个校准的作用 它这个头部好像也有点弯了 正常来说这一侧应该是不用换的 因为当时的撞击点并不在这边 但是大乖感觉 Alex是要把它给换掉 他这边也是在破拆 可能这一侧也发生了变形 他们把前面这个上面的支架也拆掉了 看起来 这个左右两侧全部换了 这辆车修的就比较韧性 下面是要开始准备焊接了 焊接之前要是焊 你这个电流的大小要调整好 Alex把右边这侧的支架 全都换掉的这个方案 说实话 大乖真的是没怎么看懂 即使有变形量 那它可能也是非常小的变形 按道理是可以修整过来的 可能是因为本田的这个配件 确实不是很贵 所以它干脆就两边都换了 这个框架已经焊好了 现在就是测量一下 整体的数据行不行 通常就是看这个对角线 如果对角线相同的话 那这个框架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通常焊接好之后 还要比一下位置 就是把所有的零件都装上 能调整都是要提前调整好 而且它下面确实要做这个事情 它打算把那个一子板跟支架 还有水箱框架 全部都装上 它这个梁头的这块钢板是换掉了 这一看就是新的 笔直笔直的 不是修复的痕迹 这里它也讲了 买的这个车下面的那个纵粮 是花了280美元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不过它只用了前面的那块挡板 很明显 能够看得出来 前面全部被切过了 然后还有这些新零件 原车的那个基盖 已经是发生了变形 所以 这两个基盖的脚链 也全都要换了 还有这一堆包裹 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铝合金的车身 它用的那种基盖 都比较单薄 所以这个脚链 看着也不是那么的厚重 因为它基盖整体的重量比较轻 感觉下面还要继续开箱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子版的支架 其实 厂家把配件卖得便宜一点 如果你配件价格合理一点 谁又会去买那些拆车件 或者是什么那种副厂的配件呢 像本田的这个配件 可能是真的不贵 所以它这边也是买了一堆 又买一堆 这个说是保险杠上面左边的支架 这个则是水箱框架 水箱框架 应该是只要换左边的 右边可能是不用更换 基盖可能拿去修了 到现在还没有来 它这边是把脚链先给装了上去 现在装的是水箱框架 其实这里大乖有一个疑问 就是 它为什么不买漆 把这个框架给喷上 而且它现在对比安装的话 这个后面还要再拆掉 修车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这个就零件上面 有很多的螺丝卡子 新件上面都没有 所以 你还要把它们都移过来 如果是零件发生事故的时候 被撞没了 那你还要再定 这都是有很多的注意点 有的朋友在看了这些事故车的维修 就是以为修车很简单 还有的人呢 他也想学修车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坑的事情 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好 这个属于是题外话了 咱们还是继续回到这个车上来 大乖是没想到 他把右边的这个水箱框架也给换了 这个真的让我有点诧异 右边这个框架就算变形 也变不到哪里去啊 难道是因为 这个车是在美国生产的原因 所以这些配件就基本上相当于国产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国产车的那些配件 其实价格真的不高 像奔驰宝马奥迪 特别是奔驰的配件都贵得吓死人了 通常大家如果真的想学修车 它有那种专门的汽修学校 学费也不是特别的贵 不过一般基本上要学两三年那样 当然如果你天天在学校里面玩的话 那学不学到都很难讲了 而且学校讲理论的方面偏多一些 其实最好是如果你在外面的修理厂 比如说学个两三年 如果再去学理论 那样学起来真的事半功倍 这里是把这个能装的都装上了 后面要看一下这个位置 刚刚开箱的这个支架 原来是装在这里了 车头的框架到这里 基本也就都装起来了 下面应该要装这个水箱之类的 Alex还是很细心 他这里注意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原来这个旧的支架 它上面有这种毛毛接螺母 这个在很多高档车上面都有 它是通过一个手动的锚钉器 可以把这个螺母 锚接到这个车上 他换的这个新件上面没有 所以还要再去4S店去买这个螺母 可能还要再买一个专用工具 大怪以前修车呢 也经常会要锚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点比较坑的是什么呢 就是厂家提供给我们的工具 它只能锚接 比如说6毫米的或者8毫米的 但是像mini那种 车子有一些这个螺母呢 它是5毫米直径的 这个真的很头疼 每次看到这个水箱 大怪都能够想起那个电脑的显卡 这个起码是要1080Ti什么的 它原来这个散热风扇的罩子坏了 当时它开箱的时候 是买了两个罩子 还有后来又买了这个风扇里面的电机 然后把电机也给换了 其实这个电机也不一定坏了 它就是不想冒这个风险 你想万一装起来了 那个东西再不能转 然后下面呢 还要再拆一次 再安装这个水箱 因为这种跑车的车身都比较偏低 所以这个水箱风扇 都是斜着放在里面 这个冷却系统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它就是几根水管通在上面 一些风扇的插头 还有冷银器的两个高低压管 其实都很简单 但是你 真正修车的时候 它会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下面要装这个大灯 这个灯非常不错 因为它来的时候是带模块的 我们在宝马做的时候 那个大灯都是不带模块的 而且 模块都要卖到七八百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的昂贵 这个本田 NSX就很奇怪 它只有基盖 和这个前杠卖的超级贵 其他的东西都挺便宜的 而且 它这个保险杠 和其他的车子也不一样 人家是这个中网 装在这个保险杠上 就是这个喷漆的部分 它这个 是喷漆的部分 装在中网上面 除此之外 它说这个保险杠很贵 就是桌子上面的这个部分 两片再加一个下扰流板 再加这个装饰隔山 然后上面 还有什么雷达线数 光桌子上的那个东西 就卖六千美元 所以这辆车 其他地方便宜 但是把价格 在前杠和基盖上面找回来了 现在是想装这个前保险杠 不过它在这边 套了半天都套不上去 它这个前面应该还有东西 因为也没有弄到那个结构图 所以有些东西没有买到 这个前面应该还有一个什么支架 装在上面 刚才它开箱的时候 是有那个保险杠的侧边一个支架 但是它前面这里应该是一个 大乖感觉 应该是一个空气的导管之类的东西 它会延伸出一块来 然后把这个前杠上面几颗螺丝固定在上面 车头暂时就装成这样了 然后它这边是把车子送到了喷漆房 看来这个基盖是修好了 这个遮蔽纸 也已经全部都贴上了 因为这个红色的色差 比较容易产生 所以很多这个喷涂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过色处理 它这里也是把两边的车门全都给它喷掉了 其实真正喷的时候是非常慢的 不可能有这么快 像它这个底漆的处理跟4S店也差不多 另外 它这个基盖的底漆也没有全喷的 也是只喷了一半 这里第一边的色漆已经是喷完了 这个调漆的地方有点小啊 感觉就在烤房后面 通常油漆调好之后要过滤 然后再继续喷第二遍 它们喷色漆一般都会喷三次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喷的话 如果能够遮盖住的话 喷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你喷三次的话 中间相当于要多等一段时间 要等这个油漆散干 特别是那种水性漆 所以会耽误时间 其实你看这个喷漆过程 它就是挥来挥去的 感觉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实际上做漆呢 通常也要学大概一年左右 这个喷的部分很容易学 难的是什么呢 是做底子 现在在暗光环境下查一下 有没有缺陷 为什么做底子最难呢 因为这个配件供应问题 所以有很多损伤的很严重的配件 都会通过人工来修 那个东西修完之后 这个板件表面都会千疮百孔 有很多时候都要刮逆子 有的刮的一个门都能刮一桶逆子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尤其师傅身体吃不消 特别是那个打磨的过程 如果有肝磨机还好一点 如果你是手工磨的话 那你的腰肯定是受不了的 这个喷上去看起来亮了 但是这里看的话 还是在喷色漆 现在看起来是清漆 因为只有喷清漆的时候 这个板件才会变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就是这个汽车的油漆喷好之后 你根本闻不到味道 但是那个工业漆 或者有装潢的地方 那个油漆味道会非常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区别过 特别是人家装潢 那个墙壁上面 只要你一进屋 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刺鼻的味道 但是它这个汽车漆就很奇怪 你喷好之后 基本上闻不到味道 它这边是喷好了 然后把这个保险杠 也装在上面了 现在给车要拖回去 它这里离喷漆的地方很远 现在车已经是回来了 这个基盖修得真心不错 这样看起来还是很酷的 这个车很漂亮 看起来已经可以宣布完工了 实际上它的前杠还缺一些东西 下面它是打算把这个车里面的气囊 还有这个安全带换一下 它之前有修那个奥迪R8 它为了换奥迪R8的那个安全带 几乎是把这个里面的内饰 全部都拆了一遍 所以它也是做好了这个准备 来拆这辆NSX 但是我印象里 日本车的拆装 其实比德国车要容易一些 你看它这里面 没有拆掉整个后面的内饰 这个安全带就在这个后面 这个换起来 比奥迪R8容易太多了 奥迪R8是真的里面 全部都被拆了 它这个跑车设计有的复杂 有的也简单 只有两个卡子在上面 你只要把它卡上就好了 然后这个门边有这个是板 还有这个音响的盖板 下面它要换这个腿部的安全气囊 它这个最多也就螺丝卡子固定 很容易就拿掉了 接着再把这个爆掉的气囊给拆了 新的往上一换 然后它下面要换这个SRS模块 也就是气囊的安全模块 之前大乖拆过那个本田雅阁 它是在这个中央扶手后面 所以我估计 这个车也在这个后面 现在它是要拆这个中央扶手 这上面都是真皮 在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滑坏了 那就比较麻烦了 原本Alex也是打算来拆这个中央扶手 他这里撬了三个东西下来 然后把这个中央扶手脱开了 不过脱开之后 这后面并没有SRS模块 这个就有一点郁闷了 但是一般后面没有的话 那肯定就在前面 不知道大家从这个角度能不能够看到 反正大乖是没有看到 他说这边有一颗螺丝 我估计从另外一侧应该能够看到 这个地毯还要扒开一点 从这一侧就可以看到了 主驾驶这边的地毯 被它扒上来了 总体来说还好 它这个还好扒出来 有的那种根本就扒不出来 这个就是气囊模块 大乖是不怎么明白 日本车气囊爆了 都要换模块吗 为什么要换模块呢 像德国车都是不需要换的 德国车直接就是换 比如说 它这个安全带拉紧装置 也可以叫安全带扣 如果是爆掉气囊 你只要把它换掉 然后故障码一扇就好了 有些也可以重置模块 它这边是直接换掉了 其实这些模块都非常的贵 难道都不考虑成本吗 不知道有没有修过日本车的朋友 他这个是确定要换这个模块吗 现在把座椅再重新装回去 还好这个跑车只有两个门 如果是四个门的话 那你就有的拆了 特别是后座是那种独立座椅的话 那个拆起来更麻烦 这个模块换了之后 还要看一看这个 故障码有没有 通常换模块之后 是要到4S店重新去编程的 像宝马换这些模块 都是要做编程的 大乖看很多时候 它们都是整个编 就是把系统重新编一编 那个时间会很长 但现在外面 有些技术 就是可以单编 比如说 你换那个模块 就单独的编 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它就是把那个程序导到里面 这个看起来没有故障码 气囊故障码没有了 所以它觉得可能这个模块 已经被编过了 这样就非常的耐思啊 处理完车内的工作之后 接下来 它是要更换这辆车的排气系统 不过更换之前 这个前杠还要收一下尾 因为这个前杠上面 还缺一些雷达 而且我看到 有些线数其实也坏了 不过它没有提 桌子放的是一些泡沫垫 所以不用担心油漆的问题 它这个里面越是好的车子 这个保险杠上面的结构越复杂 保险杠东西多也不好 这个一旦发生事故之后 撞得乱七八糟的 你找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修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 有的配件也不知道 有的雷达支架 它是焊在上面的 但是它这个 是用3M胶粘在上面 这里这个线数的支架 已经装好了 然后它这里说这个支架 不知道是这个雷达坏了 还是支架坏了 我明明看到 它是把那个新的支架撕掉了 这一边它说 是要从这个上面去拆 就是用那个加热枪加热之后 说不定就能拆下来了 拆下来之后 重新贴个3M胶 这里开箱的是 那个水箱下面的空气导管 这个像一个疾风罩 它说这个东西 买了950美元 我怀疑是不是商家价格看错了 大乖觉得这个东西 最多值95美元就不错了 这肯定是搞错了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塑料板 不可能这么贵 之前说它这个前杠上面 缺一个支架 实际上不是缺支架 是那个内杠没有装 它内杠上面有几个那个孔 我们一会来看一下 应该能看到 像这个基盖上面的撑杆 也是没有的 也不知道它这个是液压的 还是像普通车那种一根杆子 它这边是找了一根棍子撑着 然后前杠的这个支架呢 实际上就是内杠上面的 这里有几个岩子 它这个位置都是对的 都在正中央 那下面就是一个 很关键的这个操作了 它要把这个排气管换掉 像原车的这个排气管 它也是可以开关阀门的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听出什么区别 因为 Alex没有拆过这个排气管 所以想研究一下 看看这个后保险杠怎么拆 刚刚他是 直接把轮胎拆了 然后就看到这个后轮罩里面 上了很多的螺丝 那么通常呢 一般拆后保险杠 有的车都是要拆尾灯 很多车都是这样 但是他这里 再找这个里面的螺丝没找到 只有这个上螺丝的这个螺母 漏在里面 所以这个判断的话 螺栓应该是从外面上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保险杠 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卡在这个车上了 通常这个保险杠边上 它应该有一颗螺丝 从下面往上面上的 你先要把这个一子板的内衬 给它拉开一点 应该就能看到那个螺丝了 那它这个确实是有 所以要从这个两边来拆 两边拆的话 底下应该有螺丝对吧 所以还要把螺丝也给拆了 那么上面的话呢 它就这样直接扒开了 这说明 这个本田的保险杠 设计得很奇怪 它的中间位置 没有螺丝固定 这样的话 如果发生事故 一撞就会脱开 它这里是把保险杠 拆下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设计 它这个边上就是支架 同时 里面也是一样的 卡在这个尾灯下面的支架上 其实像这种高端跑车 它的原车排气管 其实也很好 那个声浪都是调教过的 但是它这里 为什么要换这种排气呢 一方面是赞助 还有一方面是这个 Rmetrix 确实是很多跑车的 这个御用改装品 除了这个后排气管 它要换这个 就是类似于这个直通管 它本来应该是有 三元催化的地方 然后都换成了它这种 两边这种长的管子 看起来跟燕一样的 现在就来拆这个后排气管 大怪其实本来是想 跳过这个更换过程的 因为这个东西对吧 但是呢 我又怕 万一大家有这个车 说不定以后 也会有人会做改装 那我觉得 正好顺便看一下 它这个后排气管 很顺利的就拿出来了 但是它这两个 直通管拆起来 就比较麻烦了 而且拆这个东西之前 Alex还特意去研究了一下 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找到了拆解的方法 就是把上面这些 碳纤维盖板全部拆掉 拆掉之后呢 接着再拆那个空虑 它这里 已经是拆掉了 所有的盖板 然后这两个大的空虑 然后 这里还有一个养传感器 一般养传感器 通常都是 在这个排气气管 三元催化上面 这个上面有这种隔热板 隔热板要拿掉 然后从这里看的话 它这个螺丝上的 也比较有意思 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这上面有这个两颗螺丝 它这种设计 其实还算比较合理的 你们没修过 有一些品牌的车子 修起来真的非常难受 要拆一堆东西 有的车它就设计得很合理 让你维护起来很方便 但是这个呢 它也是上面两颗 下面我不知道是几颗 现在再拆其中一颗 这个是从下面这个视角来拆的 现在已经很晚了 Alex终于拆下来了其中一颗 它这边也是对比了一下 主要就是 它的重量不一样 它原车的很重 但是改装的这种 那就比较轻了 不过还好它一只手就能够拿起来 原车的那个可能有20斤 但是这个新的可能也就只有10来斤 搞不好连七八斤都不到 原车这种都是不锈钢的产品 然后它用的这种则是钛合金的 现在是拆掉了左边的三元催化 把这个东西最好都放在一起 看一下 这就是两个新旧的对比 原车和这个售后 Rmetrix的产品 其实这种形状很难生产 都是这个手工焊接的 上面有很多道焊缝 然后它原车这种就是工厂店 现在是要把这个隔热键拆下来 然后给它装到新的排气上 有些排气管温度是很高的 而且排气管的废气 还可以去驱动这个涡轮增压器 所以这个涡轮增压器 也需要降温 其实整个汽车就是一个很大的热源 它随时随地都要降温的 你既然要降温 那它就会有中冷气和水箱 甚至还有机油散热器 包括这个热交换器之类的东西 都是围绕这个散热来展开的 当然排气管也要小心 特别是靠近这个排气气管 特别容易烫到 特别是夏天 它这边是装好了直通管 现在在装的是尾部的排气管 接着要对排气进行一个改装 它这里有两个遥控器 还有这个东西 是插在那个OBD诊断接口 这里有安装说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设计到一个阀门的开关 阀门要打开 所以它需要这个真空管 这边是看一下 这个真空管的连接走向 这里有一根管子伸出来 然后连到前面 也不知道从哪里接的这个真空管 然后这个中间 还有一个三通管 同时还有一根T形的管子 从那根T形的管子 分出一根来 然后这是一个单向阀 然后再这样走 走到这里 这里好像是通向那个探罐的 然后再过来 就接到这两个废弃阀门上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三通管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插头 这个插头是通到前面连着那个 就是这样 它这个是在外面走一下 连着这个OBD接口 这个有可能是 传递什么信号给它 因为排气管 它的这个废弃阀门 是自动打开的 只有功率大的时候 它才会打开 但是它这个是有遥控的 所以平时也可以手动打开 只不过它这个特殊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双侧 都有阀门 通常像宝马的那种排气管 它是比如说双排的那种 或者四排的 它其实只有一侧有这个阀门 而且这个阀门 还是自动打开的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只有一个排气管冒烟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像它这种呢 就可以同时开 也可以同时关 这就是启动之后的样子 其实感觉变化也不大 现在是到了 它这个是车的一个场地 Alex把车子修好之后 经常会到这里跑一下 那么咱们接下来 也来认真仔细地听一下 这个排气声浪 现在是关闭状态 测量餸 makers of valves closed valves open closed ope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边四个金光闪闪的车轮 便是Alex为那辆本田NSX准备的 Alex平时修车的一个手法 就是更换排气 更换车轮组 而且这辆车仅剩的工作 就是装这个车轮组了 其实这套轮圈买回来 不是这种颜色 它是在外面做了这个青铜拉斯的工艺 看起来就像土豪金一样 而且它这个前轮是20英寸 后轮是21英寸 虽然之大了一英寸 但是它们的尺寸看起来却差很多 现在这个车就装好了 下面把车子开出去清洗一遍 然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 这个车的维修细节 花了多少钱 配件买了多少钱 车子买了多少钱 其实它条件这么好 完全可以再招一个人的 给它做一下助手 一个人修真的太累了 现在就是要来说一下 这个车的维修细节了 这款本田NSX新车落地 最低也要15.6万美元 但是它这里是花了54,560美元 所以这个事故车折价是真的非常狠 那我们现在从前面开始 来逐一地介绍这个零件的使用价格 它这个零件呢 几乎都是从经销商那边买的 因为也没有人有这个车 买不到二手配件 除了这个基盖 他买了一个用过的基盖 2500美元 那个新的要11000美元 实在是太贵了 这个一子版1164美元 当然这只是一个的价格 本来我以为这个大灯会占大头 结果这个大灯是买了1690美元一个 相对来说也不算贵 除此之外 还有不得不买的这个装饰隔山 这个东西买了620美元 它这个是没有喷漆的 其实那个4S店里面是有卖喷漆的 喷漆的那种大概是16001800这样 其实厂家是有提供那种带漆的保险杠 但是这个东西要等 而且价格贵得离谱 当时这个车身换了两根纵向的支架 一根是392美元 然后还有前面一根横向的水箱上支架 这东西是360美元 比较幸运的是两侧水箱都是好的 所以只换了冷却系统 这个散热器是500美元 然后冷凝器是400多一点点 再然后就是前面这个防状刚凉了 1147美元 在这个车里面 它上面有支架 保险杠单在上面 之前找不到 还以为缺个支架什么的 然后这个支架下面 有一个空气导管 给那个散热器散热的是 买了800美元 这个价格也是很贵 其实之前拆箱的时候 有很多配件 大乖感觉 它这个价格都没有加进去 这里还有一个腿部安全气囊 是645美元 其他的可能便宜点 所以他没有说 如果不包括那些改装件的话 他一共是 花了8071.45美元 其实有很多东西 他都没有说 比如这个散热风扇的罩子跟 SRS模块 还有喷漆的钱 以及更换的人工 现在就提到了 他这个轮圈和轮胎 轮胎都是新的 然后轮圈则是原厂的 轮圈是8500美元 然后轮胎是1800 除此之外 他还换了这个 R-Metrix的排气 这个排气说是9000美元 这个价格比前面 整个所有的零件都还贵 所以这个改装的费用 总共是19300美元 这些7788的东西 全部算下来 它最后的价格是 接近了10万美元 它这边买这个二手车 还要交7%左右的税 有的州可能多一点 有的州可能少一点 它这个车价 大概如果卖的话 应该会在11、2万美元这样 它这个维修的零件钱 再加上改装的钱 再加上税 总共就是98,935.45美元 基本上就是99,000了 它这里也是说 要出售它这个车 如果你不想要这套车轮也可以 如果带轮子的话呢 就是10万05,000美元这样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车轮 大概就是10万这样 因为它要加个一两千美元 不知道大家觉得 Alex这个报价合不合理 其实它这个做法很聪明的 因为它那个旧的排气管 和旧的轮圈 还能卖些钱 而对于客户来说呢 你是得到了一个新轮圈 新排气 而且 这辆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新的 咱们本期的内容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 Alex提供的素材 如果各位朋友想看 Alex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去他的频道观看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